为了减轻灾民的负担 行政院长刘兆玄昨天批准了 只要灾民土地流失 房屋全毁将会由公股银行承受灾民的房贷 来减轻灾民的负担 但是根据了解 因为条件很严苛 承受率只有三成 灾民就骂说这叫标明条款 看得到吃不到 而民营银行部分 由银行工委讨论定出标准 灾民土地还有余温设施等 作为是农运会的贷款三宝品 却因为风灾侵蚀流失者 那么农运会也将会承受 来降低渔民的损失